原民会依据原基法第21条授权 发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 土地化设办法 将传统领域限缩在公有土地 立委苏巧会指出 条文中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边 一定范围内置公有土地 应该看成原住民族土地 以及部落及其周边 一定范围内置公有土地两块才对 他认为原民会明显限缩解释 违背原基法意旨 应该透过制定土海法 将传统领域定义 清除名列法律位阶才能减少争议 原住民土地和后面的部落及周边 一定范围的公有土地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是认为说 你的原住民土地这件事情 根本就还没有用法律来明确的定义 他并不是像原民会直接说 两者都限缩在后面的公有土地的部分 我想这是原民会很明显的自行 限缩了传统领域的部分 也是这个办法今天引起争议的最大 不过东华大学副教授陈章培伦指出 立委政天才立法院上个会期提案修正原基法 第二十一条就是因为土海法 传统领域定义十多年来 仍未达成协议 才会透过修正原基法 以化设办法来让原住民族 传统领域有所依据 落实原住民族土地开发同意行使权 其实在先前的土海法的制定过程当中 关于什么是传统领域的定义 本来就存在了很大的争议 甚至本来在行政院内部 本来就有很大的声音 希望能够把私有地把它划分出去 为了要去避免土海法一直没有办法通过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去行使 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土地的 这个开发的这个同意权 所以那个时候政立委就直接从二十一条左手 基本法二十一条相关的这些文字没有问题 只不过是这个言明会因为行政院的不但干预 他退收 他做了一个限收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化设办法是一个法规命令 言明会已经发布施行已经生效 他要送到立法院来查照 那要不同意查照 以现在内政委员会的人数 是民进党占多数 所以未来还是要看民进党的态度 立委政天才跟陈张佩伦都曾待过 原明会 他们认为原明会为何将传统领域线缩解释 就是因为行政院直接干预 并提到原住民族人真正要对抗的 是执政党高层 以及想要开发原住民族土地的 庞大震惊势力 问题的根源恐怕不是在原明会本身 而是整个党政高层要负起这个责任 很明显的 原明会是受到恐怕其他的部会 或者党政高层 而有这样 而最后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真的要去抗争的对象 是台湾相当多的一些 想要从事土地开发的一些 我们讲说一种庞大的震惊势力 相关的政委 行政院院长 这些党政高层 应该要出面给我们一个交代 传统领域化设始终让主流社会恐惧 包括位在传统领域的私有土地 可能失去所有权 对此苏巧慧跟陈章培伦同声表示 传统领域跟财产权是完全不同概念 并强调传统领域化设 并不会造成私人土地所有权丧失 他们呼吁去年才刚向原住民族道歉的 小英政权 应该向全体社会及行政部门 宣导传统领域跟财产权区分 避免造成圆和对立 传统领域的概念和这个财产权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传统领域是指原住民族过往 在这个传统记忆祖林圣地 甚至是狩猎肯帝等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范围内 这是原住民文化要能够保留 和复兴非常重要的根本 并不是所有权的争夺之战 所以我觉得原民会反而应该要有这个义务 来为社会解释传统领域和财产 所有权两个概念的不同 大社会为什么会误解 好像我们把私人土地化社会传统领域 他们的财产权好像就被剥夺一样 这根本就是一个误会 不是只有一个道歉的动作而已 你还要重新再去教导我们的国民 什么叫做原住民传统领域 什么叫做这个财产权 它其实是一个有关联 但是可以区隔的概念 社会大众不必过度紧张 苏朝会指出原基法从2005年通过至今 仍有许多相关执法人为定定 直接影响原住民族重要权益 却也反映出原住民族权益 在汉人为主的社会跟政经结构 仍然处于相对低劣的地位 记者乌马撒络立法院台北市采访报导